回到土耕家 林小竹发现病人房间的空气已新鲜了不少 显然已开了窗通了气 而袁天也正坐在床前 用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 玩土耕腿上的腐肉 听到脚步声 袁天也道 绳子一过来帮忙 林小竹去帮绳子煎药 土耕虽然病着 但一个大小伙子露着大腿 自己看了总不是那么一回事 林小竹转头冲着沈子义做了一个鬼脸 转身去了厨房 待他们把药煎好 房间已收拾干净 土耕的腿被重新放了药 用干净的布包了起来 沈子义苍白着脸 站在一旁漠不作声 林小竹把药递给了袁天也 然后将沈子义推了出去 出去透透气吧 沈子义到了外面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看着前面那一片灰蒙蒙的瓦砾 道 林小竹 我是不是很没有用 也不是啊 林小竹安慰道 你生活的环境不同 对这些事自然是不习惯 再说了 你擅长的也不是这些方面吗 你看 到现在为止 你赚的钱是最多的呢 那幅画的钱 有一半是你的 你赚的才最多 要不是你 我们现在没准还没有吃上饭呢 沈子义摇摇头 再说了 袁天也赚的钱虽然最少 但他做的事是最有意义 看看那些人 对他多感激 林小竹知道 沈子义钻了牛角尖 再劝也没有用 不过他觉得 钻钻这样的牛角尖 对他而言是一件大好事 原先的沈子义 虽然心性纯良 性格温和 也颇有才华 却总是让人感觉 缺少掉了什么东西 只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孩子 而现在 在接触到民间生活 有这样一段阅历之后 他或许会蜕变成为 一名对国家 对民众有责任心的男子汉 走吧 进去看看 沈子义站直了身体 转身进了屋子 林小竹微笑地 抬眼看了看天 也跟着进了屋 一进去 就听到袁天野 在耐心地交代着土耕娘 伤口不要沾生水 要按时给他换药吃药 我们就住在赵老板 正西的一座小院子里 晚上有什么事 你可以去那里找我 明儿我会再来看看的 你尽管放心 多谢袁大夫 劳您费心了 土耕娘听得儿子 不会有事 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这个 不知这医药费 是多少钱 说完 他伸手从怀里 掏出了一个布包来 不过布包是掏出来了 他却是一脸的为难 盯着布包的眼色 也有些暗淡 袁天野看着那布包一眼 到 十文钱 啊 土耕娘抬起了头来 看着袁天野 满脸的不可置信 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 如是重负地打开了布包 把里面的铜板数了又数 流出两枚 将剩下的那十枚 递到了袁天野的面前 谢谢袁大夫 眼睛里恢复了原先的神采 袁天野将那十枚铜钱 收到手掌里 拱拱手 道 你也不用太担心 土耕不会有事的 如此 我们就先告辞了 神子义看着袁天野 又看了看土耕娘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没有说话 一直到走出土耕家的院子 他才道 刚才咱们已赚了那么多钱了 你明明看到土耕家住在这种地方 家里又穷成这个样子 而且孤儿寡母的 怎么还收他们的钱 再说 要收钱也不应该只收十文钱呀 你开的药可都是贵重药 没有一两银子 根本抓不来的 袁天野拍了拍他的肩膀 问 那你说咱们是应该收钱呢 还是不应该收 当然是不应该收了 神子义不假思索地道 不过这话一出口 他又心虚地看了看林小竹一眼 林小竹被他气笑了 你这样看我一眼 是个什么意思 难道你以为我是铁石心肠 哼 我跟你说 刚才那位卖画的老丈是商人 他出那个价钱 主要是想从中谋取最大的利益 借卖自己的东西 让别人得利 那叫傻子 不叫慈悲 咱们卖他五百两 他转手卖上一千两 或者是一千五百两 赚得比咱们还多 这样的人和事 很值得你同情的吗 他瞪了神子义一眼 好 再来说一下土耕家的事 照理说 收他个三两五两银子的 一点也不为过 咱们收他的钱是正常的 不收他的钱 那叫做慈悲 那为什么还要收识吻呢 如果是真的慈悲 还不如不收 神子义反驳道 林小竹摇摇头 道 人再穷 也是有自尊心的 如果不收他的钱 那叫施舍 那叫怜悯 无论是谁 被人怜悯 心里都是不好受的 这世上最难还的 就是人情 咱们收了他十文钱 既在他承受的范围之内 又让他心安理得 觉得你帮我看病 我付你钱财 钱或两清 互不相欠 这是其一 还有其二 这其二 就是间接告诉 这阎林镇的人 咱们不是白白地 帮人看病的 无偿施舍药材的 这世上 喜欢占小便宜的人 多了去了 真的要传出这样的话 今晚咱们 就不要睡觉了 赵家小院门口 一定会排满了人 不管有病没病的 都让你治 治好了 你还不能收他的钱 收了就是没有良心 那就是厚此薄彼 如此一来 那些真的 有疑难杂症的人 就轮不到看病了 咱们这样做 就叫做好心办坏事 沈子义看着林小竹 半天说不出话 想不到 不过是区区十文钱的事 能让林小竹 说出这么多道道来 这丫头的脑袋 不知是怎么长的 他转过头去 问袁天野 你刚才收那十文钱 可又想到这么多 袁天野笑了笑 排排他的肩膀 差不多 沈子义很受打击 看着这两人 叹道 啊 你们这弯弯肠子 还真多 世事动民皆学问 人情练达 记文章 小伙子 好好学着吧 林小竹也拍拍他的肩膀 老鸡横秋地道 世事动民皆学问 人情练达 记文章 听得这句诗 神子一难难地念了一遍 眼睛一亮 好诗句 好诗句 啊 林小竹 无语地望天 这些话 都是后世人们 经常引用的 好不好 他顺嘴说了出来 全然忘了 他是曹雪芹 在《红楼梦》里说的 这首诗 全诗是什么样的 你把它做全了 写下来送给我吧 神子一越想 越觉得 这首诗妙 两眼睛亮地 盯着林小竹 没了 就这两句 随口乱说的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林小竹摆摆手 吐了吐舌头 偶得家具 却做不成全诗 这是才子们 经常遇到的事情 神子一见 林小竹如此说 也不再追究全诗了 倒 这两句话 把它写出来吧 话说回来了 咱们好歹相识一场 你还没有送我莫宝呢 林小竹 袁天野提高声音 唤了他一声 以示自己的存在 他可是做了林小竹 三四年的主子 怎么能够越过他 送莫宝给神子一呢 要送也得先送给他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